当我们提及肺结结, 很多人会担忧其生长速度, 实际上肺结结的生长速度 与其性质密切相关,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 我们需要引入一个重要的概念, 体积倍增时间, 简单来说, 这是指肿瘤体积增长一倍所需的时间, 倍增时间越短, 意味着肿瘤的生长速度越快, 例如, 如果一个肺结结的倍增时间少于30天, 这可能意味着它是急性炎症, 相反, 如果倍增时间超过400天, 可能是良性肿瘤或肉芽肿病变, 对于不同类型的肺结结, 生长速度也有所差异, 实性肺结结的平均倍增时间为149天, 而纯膜玻璃结结和混合性膜玻璃结结的倍增时间, 分别为813天, 或457天, 这意味着膜玻璃结结的生长速度相对较慢, 在临床实践中, 医生会根据肺结结的生长速度, 来评估其恶性可能性, 一般来说, 如果实性肺结结在两年以上的水访中没有增大, 那么它很可能是良性的, 而对于磨玻璃结结, 由于其倍增时间长, 水访时间通常需要超过两年, 甚至可能需要长期观察, 终上所述, 肺结结的生长速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与结结的性质密切相关, 通过了解肺结结的生长速度, 我们可以更好地评估其恶性风险, 从而为后续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利依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